OK 买单走吧 听听她 去那边买单 胡歌女真 胡歌女真 了不得 这是个歌 胡歌女真 了不得 在这写作业吧 弟弟 怎么可能 这是个新导游啊 就是坚持的 坚持错的 当导游的 这个雪碧要十块钱一瓶 我再也不来了 哦 两瓶 两瓶 五块钱一瓶 十分钱一瓶 走吧 练习哈尼吧 然后让她理解给你 练习不了 练习不了吗 为什么练习不了 她说 胡歌去看一眼 怎么找到这个大声了 练习哈尼就可以找到胡歌 练习哈尼就可以找到胡歌 走吧 走吧 去给那个女生打个招呼 然后我们走了 然后走了回去我也下播了 手又夹了一下好痛啊 今天太冷了 小姐姐 你还没有问你的名字 哈尼 哈尼 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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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上来,应该是在南方人 说不上来? 这么神秘吗? 广州 福建和四川 我去过重庆 我的朋友是泰国人 他以前在重庆读研究生 对,OK 那我们先走了 改天有时间一起吃饭 拜拜,你慢吃 那边,我们坐在那边,拜拜 尬死我了,兄弟们 尬死了 那个小姐射孔 我觉得我没办法约她出来的 她射孔 因为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她说不上来 对啊,我听了那个句话 猴哥都尴尬了 猴哥都尴尬了 救命了 猴哥都尴尬了 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说不上来 我已经尴尬了 我们都没听懂 猴哥都尴尬了 猴哥倒是 真是尴尬 和你有点差 哎 哎呀 那小姐姐是长得好看 是长得好看 哎呦 她对,只有猴哥是我的 all in one 真的是 哈哈 只有猴哥是我的all in one 没办法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中国的小姐姐一个人吃饭 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说不上来 哎呦 哎呦 我是 我还是服了 兄弟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 有没有帮主播过过一心呢 你们俩合影是长得一模一样 我俩是倾向的 性格 她比我性格更那个 哦,宜居 中国人在外面最怕中国人了 福建和广东的 没有,她说她是福建和四川的混血 我当时就想说混血嘛 然后我就尬住了 这就是她为什么一个人吃饭的原因 我平时也一个人吃饭啊 我平时也是一个人吃饭啊 但是如果别人跟我聊天的话 如果别人问我是哪里人 我会说我是武汉人 但是我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她 说不上来 我尬住了对不起 我觉得我可能我不会有下一次的搭讪了 我这一次搭讪真的是把我伤到了 还好她不说啊 我是中国人吃 对,还好她没说她是中国人吃了 我真的把我告诉她是华裔吗 但是我一上来我就问她 我就想看到小姐姐 你是中国人吗 她说 因为我看她点菜的样子 她在跟别人比话 我就猜到她应该是中国人 不见的口音 华裔 真是叫老命 叫老命啊 从中国人 她说四川会不见 真的是这种很华裔 她叫朱莉 她叫朱莉 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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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在旁边尬了 帮我讲话了 开始 因为当时我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说不上来是南方人 然后我就尴尬 然后我说那到底是哪里人 然后她说她是不见了四川 我真是尴尬了 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还好猴哥说了句 猴哥还好说了句 我去过重庆 去过四川 哎呦我真是尴尬死了 救命 救命 我还在马路上呐喊 我真是整个人尴尬 这名字取得不像中国人 就是英文名 英文名 英文名 她的微信名叫朱莉成 她姓陈 台湾的 不是不是 不是台湾的 为什么她说英文名呢 那也很正常 如果别人问我叫什么 我也说我叫哈尼啊 就是 就是 就是中国人问你 你也会这样 对啊 我一直都 所有人都叫我哈尼啊 是啊 哦是吗 对 就是不是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中文名的小名 就是 或者不是你的小名 就是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有中国的 怎么说 比如说你叫猴哥 你叫猴子 你问你是个中国人 你叫猴子 所有人都知道你叫猴子 就OK你就叫猴子 但是我就是 我只有我哥叫我的小名 因为我小名叫小小 然后这样说出来 就是感觉很搞笑 就感觉很不正经 就是叫小小 所以只有很很亲亲密的人 才会才知道 然后所有人 长大以后 我就告诉别人 我叫哈尼这样 有可能是台湾人 华人常常常在国外 当你的聊机